怀孕期间对孕妇十分的重要,也对宝宝十分的重要,因此孕妇不仅要注意饮食,还要经常做这几个动作,这样会让孩子更加聪明。 我们首先看饮食方面的,很多宝妈从小教生过养,所以养成挑食的毛病,但是在怀孕期间,一定要改掉这挑食的毛病。 多吃蔬菜、牛奶,在生活中应该补充身体需求的营养,多吃鱼和蔬菜,也要多喝牛奶,这样宝宝在妈妈肚子里,才能汲取更多的营养,才能发育更加的健康。 不要吃过甜、过辣的食物,因为中国地域辽阔,因此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,有的地方的人喜欢吃辣,有的地方的人喜欢吃甜食,在怀孕期间一定要注意了,多吃辣会影响孕妇消化系统,导致妈妈出现便秘的情况。 不要多吃饭,很多宝妈太过于心急,所以一顿吃很多,想把营养全部给宝宝,这样的方式也是错误的。 无节制的吃饭会引起肥胖,而且还会出现妊娠综合症,出来吃饭要注意,在运动方面也要注意,怀孕并不等于就整天躺在那里,什么也不干,孕妈还是要多加锻炼。 比如瑜伽或者孕妇操都是很有效的锻炼方式,不过在练习瑜伽时,要经过专门的老师指点,不然容易拉伤。 如果经济不允许的话,最简单的锻炼方法就是散步,可以帮助孕妇消化体内食物,帮助孕妇顺利分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这样做非常的困啊。 Program灭力智者 пов事指区,我们判这是最后的ala专中短天计。 如果 마지막尾债人止变器也可初雷~! 我 Kens来一跎三平均供是 Sor MI7,